恭喜破百,2020年3月18日,台湾武汉会员确诊达到100例 哇,这样的标题未免太扯了吧 其实呢,破百会说,恭喜呢 是当兵的时候才会这样说 好,你看,这是我当兵时候拍的照片 破百,破百代表什么 破百呢,就是你成为老兵啦 只剩下三个月左右就退伍啦 好,我们来看看 到今天啊,中国大陆 八万 八一一零一,这假的啦 他们现在已经 都停止那个血清检验 停止他们的这个 调查了 确诊病例竟然 一天 中国14亿人口一天才100多 那骗人的嘛 台湾100 全球21万 哇,21万多 中国大陆死亡3241 这也是骗人的啦 这至少要乘以十倍 好,那我们台湾死亡一个 好,那确诊破百呢 在史上首次台湾封国外籍一律禁止 就好像魔戒电影里面那个 Gandalf,他说 YOU SHOULD NOT PASS 然后他把他拐杖猛力一蹬 YOU SHOULD NOT PASS 台湾的干大夫就是陈石中 当兵的时候啊 这个破百呢 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你如果少于 这个100之后 你就变成霸凌者 之前呢 就是苏辣啦 东亚病夫啦 随便人家欺负啦 这是台湾 其实也不止台湾啦 韩国啦 美国啦 几乎全世界都是这样 都是老兵欺负新兵 都相当变态 而台湾呢 有一个传统就是破百以后 这个老兵啊 破百就准备退伍了嘛 谁也不敢得罪嘛 谁都不敢得罪 他好像他最大 他老兵啊 这个破百的老兵 甚至比那个连长还大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他要退伍啊 拍拍屁股走人啊 那如果说连长得罪这种老兵会怎样 他就给你破坏嘛 尤其是专业部队 特种部队 譬如说装甲车战车 他如果给你偷换个零件 或者在引擎里面给你偷偷动手脚 然后他退伍以后一走了之 结果呢 整个连队在他走后呢 就问题重生啊 到时候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理 也根本查不出是谁干的啊 因为通常呢 要退一次退伍的老兵 有好几个啊 那你能百分之百确定说 是哪一个老兵干的吗 所以通常连长对老兵都不敢得罪 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啦 现在当兵都没几个月就可以退伍了 现在也没有什么破百可言 应该说什么破月吧 破月 三月五日到十四日去过 这三十个国家及地区民众 请主动通报居家检疫 三十个国家 其实啊 现在全世界可说都已经是疫区了啦 其实也不必分什么三十个国家 记不记得之前啊 推背图就曾经警告过啦 警告过什么 这个破关克诈来 有没有 破关克诈来 这个关啊 一百啊 这个关卡被破了嘛 克诈来啦 外国外国旅客嘛 还有那些留学生嘛 到外国旅居的华侨嘛 这些啊 要回来了 楼宇从来逐溃堤啊 听说啊 要回来的高达三万多人 假如说一半一半好了 一半也有 一万多人啊 像不像那个楼鱼 楼鱼就是蚂蚁啊 这样 蜂涌回台啊 蜂涌来台 会溃堤哦 虽然现在已经把外国旗的人给挡住了 但是呢 要回来的台湾人还是很多 那这个小草之声土口题 你看最后这一句 现在终于明白这个土是什么意思 就是土耳其 你看那个十五人那一团土耳其旅行团 十五人竟然有十三个人都带赌 那名符起始的赌团 原来这个小草之声土口题 指的是土耳其那一团 好 但也不要气馁 因为确诊一百 那一天 就是昨天 十八日更生日 推背图五十七 我们可以来参考 哇 看了相当 相当高兴 因为 你看 不及必反 以毒制毒 三此童子四宜 舍福 宋约 坎离相克 见天泥 天使私人 弥撒基 不幸奇才 产无悦 崇阳 从此 一兵 施 这个以毒制毒 指的就是疫苗完成 你看像以前那个天花有没有 天花种牛痘 这个牛痘疫苗 其实就是天花毒 只是毒性比较小的天花毒 所以说像那个重牛痘来治疗天花 那个就是什么 就是以毒攻毒啊 所以如果说按照这个推背图 第一百天 这个重要的这一天 因为我们开始锁国了嘛 所以这一天的重要性 不言可遇啊 所以这一天的推背图 必定呢 会有什么玄机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来参考 结果就是 他告诉我们 以毒制毒 也就是说 我们台湾会把疫苗呢 做出来啊 那三尺童子啊 就是那一个花名 找出疫苗的那一个人啊 他可能是懒的 而可能年纪很轻哦 身高可能不怎么高啦 事以则福啊 则福就是 因为我们 我们找到疫苗了嘛 全世界呢 都很佩服我们啊 不幸奇才 惨无悦 无悦啊 像台湾 台湾就算是 五悦这个地区嘛 五悦啊 就是指 中国的东南方嘛 那台湾 台湾就是五悦啊 台湾就是五悦啊 好 所以说 我们看这个图呢 这个小朋友啊 拨水 把这些火都灭掉 武汉肺炎的炎 是不是有两个火 都是火嘛 所以说 这个就代表说 把肺炎给 所以看到这个第五十七项显示呢 大家不要太恐慌 安啊,台湾有救了 你看以前那个火星南海 他说啊,救世主就在我们台湾嘛 那你们担心什么 现在预言都一一 一一 啊,越来越看得出轮廓了 啊,譬如说 这个火星南海所说的救世主在台湾 啊,现在想来 原来原来是指武汉会员蔓延全世界 而台湾发明了疫苗 那个救世主发明疫苗的 当然就是全世界的救世主嘛 对不对 很合理啊 然后还有2062年那个未来人有没有 他说这个到2060年的时候 中国早就被印度给占领了 中国早就不存在了 好,现在 最最新的新闻是什么 那个印度啊 已经向习近平提起告诉了 美国也有那个 美国人呢 也有 也向那个中国的武汉 湖北省啊 还有那个武汉市啊 提起提起诉讼啊 要控告他们散播病毒 隐匿病情啊 所以这个印度告中国 这个事件 已经起了个开端 到以后会越远越累 越远越烈啊 全世界呢 都会去向中国提告 而中国呢 这个如果不理不睬 最后可能导致什么 导致战争 大家被这个武汉病毒害的啊 害的可说很凄惨啊 大家怎么可能 可能会甘心呢 对不对 现在你看 欧洲那么大的州都封州了 啊 不是封国了 不是封省哎 是封州哎 整个欧洲都封起来 你看 这样 损失有多大 那你你中国 现在还把那个 中共现在还把那个病毒 推给美国 美国现在已经 已经气到快 忍不住了 可能 啊 已经有人 国际媒体在说 可能会插枪走火 美国可能会忍不住 而对中共 发动攻击啊 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而 如果 现在美国攻击 中共的话 我想中共恐怕是 是没办法应付 因为 中共 现在 真正的病情相当严重啊 他都在欺骗 造假数据啊 所以 表面上好像 好像他没事一样 事实上不堪一几哦 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 哦 看到这个 哇 六个翅膀的 天使来咯 大家 有救咯 哦 哦 哦 好 好 哦 谢谢观看